但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国内的那些公共的新政策的一些 对 我明白 其实是很多企业就是可以去选择在国内或者是在香港 对对对 那香港的优势呢 好 我想我们香港成功地很快进入到了最后的时钟要完成这次的改革 那么这次改革意义很重大对香港 但是这样的改革我们大家从第一天就知道 内地一定会开始只是个早晚的问题 当然了现在这个他们这个内地的改革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迅速的就已经公布了 所以我觉得呢这件事情来说呢它是个迟早的事情 这么大的经济体我们有这么大的新经济体量 不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本土市场或者我们的香港市场上市的话 这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接受的现实 因此呢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呢 今天香港已经很快就要做到了 内地呢也马上就要做到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中国的新经济企业就不再需要远走他乡 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说呢可能有些还愿意去美国 但是我觉得大量的可能就不需要了 因为以前去是没有办法必须去 因为在香港也好在内地也好都还没有这个体制上的机制上的变化 还没有到能够让他们在这儿这个能够上市 那今天已经做出了改变 那这个改变香港的改变是我们自己突破性的改变 内地的改变也是突破性的改变 这两个改变会使得整个中国的新经济体的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新的引进 新的一个发动机就出现了 就是我们两地的资本市场 能够让我们的新经济有到新的明天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呢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这件事情使得这个派这个大饼会越来越大 而且这次的改革 内地的改革和我们的改革以后呢 都对这个行业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我们最近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新的公司 我就感觉到大家的这个热情在飞涨 大家的这个对于资本市场的入市的这种准备的速度 在大规模的提速 而且呢越来越多的 本来好像准备过几年在考虑的 现在都准备开始考虑了 就是说整个这个变化本身 它也是有个这种互相刺激 整个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说呢你要是说 如果说我们改革了 内地不改 那可能有些只能要出来的 那可能到香港来了 可是今天内地也改了 有些可能会要去内地了 但是不要忘记 整个这件事情使得这个sector 一下子就活力大增 momentum大增 这样的话呢我们到最后呢 我们一定是从净的收益上来说呢 香港一定是最强的 我一直讲 就是说如果我们改革了 就像两个人去考试 我们改革了我们我们能够达到70分了 人家没有改革 他们可能是60分 可是由于中内地的太大了 内地这么大个市场 他改革以后 换来的这种整个行业的一种振兴 一种行业的一种振奋 和一种更新 这种这个变革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他要改革了 可能他就变成了90分了 那我他的改革变90分 一定对香港来说是80分 所以说我们自己呢 有的是觉得啊 70分好 你最好60分 我更希望他90分 我们80分 这样多好 对吧 我们大家共同进步 因为中国的市场的体量非常巨大 那么香港又代表了一个新的 和他有很大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是中国 中国市场 我们都有强大的中国基因 但是呢 我们又有和内地市场巨大的不同 我们是个国际市场 是个完全开放性的市场 因此这样的话呢 我们他这个改革以后的话呢 会让很多的新的经济的公司 首先回到亚洲时段 不再去想别的时段的事情了 回到亚洲时段 回到中国 中国包括中国的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 这种重新的聚焦 对香港是巨大的利益 那么这种聚焦了以后 这些公司 请相信他们一定会做出 适合于他们自己的选择 因为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 有巨大的共同点 也有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 恰恰使得这些所有的上市公司呢 能够有选择 有的公司 愿意选择一种 比如说估值上的一种溢价 那可能就很快的就愿意 在A股市场上做起来了 如果有些公司认为 它长久的国际化的溢价 更重要 更加开放的市场化的溢价更重要 那么它有可能先选香港 因为国内市场的改革 开放 国际化 还是要逐步逐步的 一点一点的形成 这次是个很大的突破 但是不可能一次性 把什么东西都突破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要这次聚焦亚洲以后 我们就有大量的公司 重新的看香港市场 重新的看内地市场 而且即便是在内地市场做了 也一定会到香港市场再做 或者说在香港市场做了的 也一定可能要考虑 有可能回去 那么美国也一样 我们25年前 我们开始做H股的时候 中国连资本市场还没有呢 那你那样讲的话呢 如果结果后来10年以后 中国资本市场变成了 非常大的发展 如果那个时候说 哎呦 那我们的未来就没有了 因为他们起来了 没有啊 他们起来了 我们更大了 他们更大了 我们也更大了 最后我们开始 是它唯一的市场 所以说H股当时 只能到香港来上市 但是又觉得不够 还要到美国去上市 说美国是国际市场 香港是本土市场 当中国内地的 本土市场发展以后呢 香港变成了 它的国际市场 大家不再去美国了 这是我们的传统的H股 红筹股 这个private chips 今天又是一样重复 历史又在重演 历史又在重复 这个历史是什么呢 新经济公司以前既不能在内地 也不能在香港上市 他们只能远走他乡 今天重新聚焦亚洲以后呢 他们既可以回到香港来上市 国内的改革以后呢 他们也可以回到了中国来上市 去了中国的上市 得到了中国上市的好处的 一定也会念香港上市的优点和特点 在香港得到了好处的一定会念 在国内的优点和特点 因为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 特别是新经济公司来说 信息变化迅速 他们的生意也是非常的 这个我自己中文一下子 想不起来这个刚才有个成语 这个叫什么万变 就是说不清楚了 反正中文可能你们是搞记者的 我这个有点 总之呢就是他们在天天都在变化之中 所以他们随时随刻有可能需要在中国市场融资 在香港市场融资 在中国市场有时候还不能做的事情 可能在香港市场也可以做了 在香港市场达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估值 如果能够在中国做 就做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 特别的高兴 大家不要说以为我在说阿Q 好像老是能找到一些积极的事情 我真的是觉得咱们香港的市场 在这么一个大的中国市场的 这个作为我们的支撑的底下 怎么能让它更国际化 怎么能让国际市场更加中国化 香港永远处在不败之地 我说的有点长了 我天天都在沟通 我跟很多的这个潜在的上市公司有沟通 跟我的交易所的伙伴和深交所 这个上交所 上个星期我和黄昏远总和建军总 对吧 我们都有深度的交流 也和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 香港证监会都有深度的交流 这些事情呢 大家看得都很开 大家看得都很远 大家看得都很全面 没有人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小小的 自己家里院子的一个事情 大家相信中国内地的中国证监会 考虑的事情都是在整个中国发展的范围内 它不会简单地考虑上海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 好像是和我们之间有什么竞争的关系 我们之间的竞争这个competition 经常大家喜欢用这个字 其实最多的是collaboration 对吧 是complement 对吧 是connect 多多用这些C 少用那个competition 是非常窄的一种看分析的方式方法 我可以想问一下 就是看到BATJ的这些公司 也是符合这个CEL事件的方案 但是觉得在香港方面 这个第二上市会不会减低了 这些市值比较大的公司 这些公司呢 本身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呢 是我们在这上不了的 那么呢 在内地上不了的 那我们呢 改革以后的话呢 让它可以做上市了 但是不要忘记 这些公司已经有主板上市了 它已经主要上市地 已经选择了在美国 因此对它选 再选一个上市地来说呢 不是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它的IPO是大婚 已经都结束了 这是后续的融资 所以说对它来说 本身二级上市 就不是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天天觉得 哎呦 这些公司不到香港 来到别地方来 对它来说上不上 比起在哪上还重要 因为这些公司都不缺钱 这些公司发展 都有它特殊的问题 它不是说到这个时候 你们一开放了 它就得来了 因为它已经在外面上市了 所以这些公司第一想的问题是 需不需要钱 需不需要上市 上市了拿了钱干什么 上了市以后有什么好处 上了市以后有什么成本 这是它要考虑的 但是呢 这些公司呢 由于它们都很想 谁都想耶路归根 都想回到国家的这个对它们熟悉的投资者里边 所以说我相信它们有机会回到A股上市 一定会考虑的 但是A股上市以后呢 当然也有可能考虑香港 那香港的话 我们也有connect 也都是一种 几乎是一种中国市场 但是呢 它有可能说 那我还是想 要么就到美国去 要么就回 撤离回中国来 但中国来今天的CDR市场 暂时在至少在中短期 这个CDR市场呢 由于资本向下的控制 还不能完全和外边的市场呢 全部打通 那不能打通的话呢 就有可能形成两个价格 一个中国价格 一个纽约价格 那这个价格之间 香港有没有可能 将来提到一个两个价格之间的传导作用 使得两个市场 东方不亮 西方亮 有的时候中国市场的价格高 那可能把这个传导力量 传到美国去 这些公司很高兴 但也有一天 有可能美国的价格 这个太 美国的价格呢 中国的价格太低了 我们可能通过互联互通 香港的一个中间的传导 也可以在香港再一次上市 也有可能把他们两个价格传导在一起 这都是未来的 就是未来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千万不要非常的静态的 短视的 狭隘的 去看两边这样重大的市场发展 这些发展一定要放在更广阔的一个广径下面去看 你就突然会发现这盘棋大了 这盘棋好玩多了 这盘棋香港的move会越来越多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上半年就能看到有冲路科学的公司 我自己 因为我们是四月底 不是就是准备的规则就出来了吗 目前的计划是这样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出来以后我们也准备这次马上就生效 那就意味着我们四月底就可以 可以马上就接受申请 接受申请的话 当然要看这个中间的审阅过程时间的长短了 我想 这些人愿意马上就申请的人 肯定他心目 心理的目标是向在夏天 这个基金经理放假之前 八月份放假之前 就能够做出来 所以我自己认为呢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具体谁上 几个能上 我们到时候能不能 这个市场能不能这个充分的 这个支持他们 这都是未来我们交给市场 然后你很想问再问一句 你觉得三两市场会不会是第一个 在要求地区可以让 就是有WBO东西来挂牌的地方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样 第一第二 我只能说我自己会有个第一 是我们这儿的第一 就觉得这个第一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呢 我不知道 那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辛苦了 你想两个星期前 我们有几十个生物科技公司 在香港跟我们谈 而且他们不光是来参加会议 我们第二天又搞了培训 然后有大量的一对一 而且那个场合里面 他们也和投资者也在见面 所以说 回答你的问题是 yes 我们现在有非常深入的 广泛的 而且是 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 advanced的一个 这个stage和很多的生物公司 都在探讨 他们的很多的问题 他们也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希望能够在正式申请之前 也能跟我们有所交流 有所沟通 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 guide 我们都在不断地做这些工作 好今天谢谢大家了 辛苦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